Hey Siri 打開小米機器人 那我現在再用Siri的Home Key 來把小米機器人關起來 帶它回去充電 開始回充 好在看完剛剛小米機器人的demo之後呢 我們接著就來教大家怎麼把小米機器人 設定到 Hexo裡面 同時可以讓我們的SiriHome Key 操作小米機器人 好一樣先來到我們微家的網頁 大家來到我家的 智能家庭 點到第八個 HA整合小米WiFi的智能設備 點過來 你就會看到 我上面第一張圖就是 小米機器人 因為我當初整合 把小米機器人整合到Home Key裡面也是 非常開心 因為 Home Key的掃地機器人都 超貴的喔 一台至少都是 15000上下的 那你看我們 小米的掃地機器人 當初我買這一台 大概不到8000塊 我用不到8000塊的金額 卻達到 可以 支援 Home Key的掃地機器人 15000的那種水準 所以當初我設定好之後 這個也是一個 很有成就感的 一個 一個 整合 所以今天就來把這個 分享給大家 Hashio要整合小D機器人 大家要記得就是說 Hashio必須要有 小米機器人的控制 我們有了這個控制碼 就可以 讓Hashio去 操作小米機器人 大家也知道我們只要有了 Hashio裡面 我們Siri Home Key裡面 就會有它相對應的設備 所以其實 只要把 機器人整合到Hashio 基本上就已經完成 所有的工作 那這個控制碼怎麼拿到呢 在比較早期 我是用方法2 不過方法2 有點小複雜 那隨著時代的眼鏡 現在已經越來越方便了 那就是方法1 因為有一個俄羅斯的一個大神 他 把小米的 米家的App 他做了一個修改 很簡單的在這一個他修改這個版本裡面 就可以看到 WiFi設備 像掃地機器人的這些控制 所以 大家就照著這個方法也 絕對可以很容易就拿到 你們WiFi設備米家的這些控制 所以 看大家看到 這邊 我這邊網頁上面 目前是有兩個檔案 你就把這兩個檔案都下載回去 第一個檔案就是 俄羅斯大神修改的 這個 米家的這個 可以拿到控制碼的這個版本 第二個檔案就是 等一下我們整合的時候會用到 你就把這兩個都下載回去 那如果你今天是直接你有Android手機的話 那更簡單 你就是第一個 你就先把他 用你的手機來到我們的這個網頁把這個下載回去 然後 安裝起來 因為他就是一個米家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 他就是一個米家的App 那如果你今天是沒有Android手機 像我現在都是 我都是Mac Apple系列的設備 像我現在這一檔就是一個 就是iMac 我就把這個先下載回去 但是因為他是在Android上面跑 所以我必須在我的Mac上面安裝一個Android的模擬器 那Windows的版本一樣 你也是裝一個Android的模擬器 方式都一樣 自己怎麼安裝模擬器 我就不示範了 但是我在方法2的 這一個 內容裡面有講到 怎麼安裝 Android模擬器 大家可以Follow這個步驟 去裝模擬器 那我現在假設我現在模擬器 已經裝好了 在 在操作這個模擬器之前 大家有一個點要先注意一下 就是 因為我等一下模擬器會用到雲端 所以 大家先把你的雲端 打開 像Google 的這個 雲端硬碟 你先把它打開 那剛剛在這裡 剛剛在這裡大家已經有下載了這個第一個米家 這個5.5.6的這個版本 你就是把這個 5.5.6的這個米家呢 拖曰到這個網頁的這個雲端的這個內容裡面 我的雲端硬碟 就把它拖曰到這裡面 像你看這個我的 5.5.6就在這裡 就把它拖曰進來 上傳到 網路硬碟裡面 這個部分就完成了 再來呢就進到 我們這個就可以關起來 再來呢就進到我們的那個Android的模擬器 像這個就是 我安裝好的 Android模擬器 這個 Android模擬器它一裝好了 它就已經是內建的這個ES檔案瀏覽器 所以很方便大家就是點進來 ES檔案瀏覽器 點進來之後呢 這邊有三個 橫槓點進來 現在就是第一個步驟就是要把米家的5.5.6的版本 抓到這個模擬器裡面 並進行安裝 所以剛剛我已經把檔案存放在雲端硬碟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開通 就是把雲端硬碟給 設定進來 像我已經是設定好了 所以如果大家還沒有設定過的 你就先按加 按了加之後呢 選了這個Google Drive 這個就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你就設定你的 Google Drive 就是你的Google的這個帳號跟密碼 那你設定完之後呢 它就會出現在這個地方 像我就是 Chrisley 所以這就是我的雲端硬碟 也是我剛剛 我點進去就會看到我剛剛那個雲端硬碟裡面的內容 所以大家看到這裡 你看這邊就有我的5.5.6的這個版本 那我點 我先把它取消 那我 這個地方呢 我現在要就是 像我這次是一個Android 的手 當作是一個Android手機 那我現在就是把這個 檔案給下傳 下載回來到手機 然後 等一下下載完之後呢 我就可以進行安裝 你看 好你看 那個載入之後呢 它就會出現有一個 安裝 大家只要點這個安裝 就會進行這個 米加5.5.6的這個版本的安裝 那因為我已經裝過了嘛 所以我就不再安裝一次 我就按取消 按你們就按 安裝 對如果你們的手機裡面本來有 那個米加 你要先把它刪除掉 之後再裝這個5.5.6的版本 我小碎碎念一下 那我現在我先按取消 你們不要按取消 你們是要安裝 好之後呢 離開這個地方 那這個就用不到了 結束 那所以米加安裝完之後呢 就出現 像這個就 這個就出現在桌面 那 大家就進去之後呢 登入自己米加的帳號密碼 那米加 如果大家比較熟悉的 應該就會知道說 小米的設備 是有分台灣版跟大陸版 那你就看 你要整合的設備 它是在 台灣地區 還是在大陸地區 你進去之後呢 就是選你的 地區 然後才會出現那個設備 像我現在的 掃地機器人 我唯一的台灣版就是掃地機器人 所以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登入進去的就是台灣版 我現在就點進去 好 進去之後呢 就會看到我的台灣的家的小米設備呢 就只有 Only One 一台掃地機器人 好 很簡單 現在我們就來取它的Token 一樣 掃地機器人呢 點兩下 好 進去之後呢 大家點這個右上角 這邊有一個 三個點的 圓圈圈 點進去 再來 來到了一般設定 點進去 到網絡資訊 一樣 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呢 大家就會看到說 我們這個網絡資訊呢 跟一般 的米家 不一樣的點 在哪裡就是這個Token 你就是會了 你就是多了這個Token的這個控制 所以大家呢 就把這個Token 馬呢 這一串 把它給抄下來 我還沒找出來怎麼用把它Copy出來的 所以我現在只能塗把電缸來 先用抄下來的 這是第一個大家要拿到的一個控制 第二個 你要記得你這台掃地機器人的IP 一樣 把它抄下來 把這兩個資訊 那個記錄下來之後呢 這個米家呢就可以離開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已經拿到了很重要的兩個 需要用到的資訊 然後接下來就回到我們的HashIO 大家還記得我之前已經有把 我兩個網關給整合進來 所以我總共有17個 相關的小米的設備 都在HashIO裡面 同時我今天Siri把 Siri把這個HashIO整合進去的時候呢 也會看到有17個設備 好 那怎麼把它設定進來呢 好 首先一樣又來到我們很重要的configurator 好進來這邊 如果大家還記得我自己的 我記得之前我有跟大家講說 我現在很重要的都是用package 來做 這些指令的 分門別 分門別類 亂講 好 所以 剛剛我們有下載兩個程式嗎 一個是米加 另外一個是另外一個 叫做vacuum.yaml的一個檔案 那你就把它上傳到這個packages裡面 就按這個 這邊有一個upload file 點upload file 然後選這個file 它就會出現檔案總管 然後像我剛剛是把它下載到這個桌面 所以我就來到我的桌面 然後有個叫vacuum.yaml的檔案 我就把它選擇 選擇之後呢 我就選ok 然後就進行上傳 所以你看 這邊就已經上傳了 這邊就會有一個vacuum的yaml的檔案 既然這個編輯畫面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第1個 第3堂有一個就是ip 再來就是token 你就是把你的token 換成你剛剛抄下來的 把ip 換成你一樣是你剛剛記錄下來的 其他的你就可以不用變 但是我還是稍微解釋一下 這個第1段的部分 這個第1大段的部分呢 就是 編輯這一段呢 你就會看到所有小米可以操作的 控制畫面 第2個 就是 為了要 在Siri上面可以使用 我們的小米機器人所編寫的 它主要就是一個開關的功能 那這個開關的功能呢 就是 當你開的時候呢 它就開始掃地 當你關的時候呢 它就是 回去 回家去充電 就很單純 開的時候就掃地 關的時候呢 就是 回家去充電 那我把它命名叫做小米機器人 這個名稱你們可以改成你們自己想要的 這裡 這個小米機器人是可以改的 所以其他的 像是 這是一個輔助的 就是說 我把 這一段 這一個 編列出來的 這一個 吸塵器呢 幫它取名叫做小米機器人控制功能 所以大家就是 這三段 就是 把它upload 然後剛剛在重複必須這邊改成你的 然後這個是可以改成你要的 其他人就不要動了 剛剛那個中間我咬掉的部分呢 就是我把我的IP跟我的 那個 機器人的 Token碼 控制碼都已經把它給寫上去了 然後並且我也按下了儲存 所以接下來 一樣 之前有講過習慣動作 檢查一下 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 檢查一下 設定內容 好正確 這時候我們就進行 重開機 重開機的動作呢 那就是為了要把 我們剛剛所設定的一個是小米機器人的所有的控制功能嘛 第二個就是 小米機器人在視野上面可以控制的 開關嘛 空開機之後我們在我們的總覽部分應該就可以看到這兩個控制界面 喔 好重開機好了現在我們就來到我們的總覽這邊 好跟剛剛畫面不一樣的地方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就是會有兩個 第一個是叫做吸塵器小米機器人的控制功能 第二個是一個開關叫做小米機器人的開關 那我們點到這個控制功能 點進去之後呢大家就會看到他所有的控制功能 你看這個就是開始掃地 這是暫停 這是停止 這個是叫做 他限定他的一個掃地範圍 這個是叫他爆地點 他在哪裡 然後最後一個是叫他回去充電 所以功能很多啊 那這個 如果我們沒有做這個 我們沒有編寫這段程式的話呢 你在Siri上面是看不到小米的操作功能的 但是我們現在編了這個開關就是讓他掃地跟回家充電 那 在Siri上面就會看到了這個界面 這個控制界面 你就可以在Siri上面去控制小米機器人 好 大家還記得嗎 我們在Configurator裡面我們之前有設定 HonKey 一個很簡單的HonKey 看一下再幫大家回復一下 所以因為我有設定了這個HonKey 所以我在 HashIO裡面所有 只要HonKey能夠使用的 他就會出現在 Siri的HonKey裡面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我們的手機 好接著 就來到我的手機的這個 家庭的這個App裡面 家庭的App裡面 然後我們就來看看說我們的這個 Hash HashIO裡面呢 有沒有增加了這個小米機器人 因為大家如果有看我上一部 應該知道說我原本把 這個HashIO的這個 橋接器給 刪除掉 因為我原本就已經有設定了 可是後來我想想我要demo給大家看 所以我又要把它裝回去了 所以大家看一下這個 左上角有一個我的家的上面 這個 像一個家庭的這個 我要點進去 那 選這個橋接器 你就會發現我又把 我們現在目前在 示範給大家看的這個 HashIO的橋接器 我又把它裝上去了 所以就是這個倒數 第二個 就這一個 好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 然後來看一下配件 看有沒有多小米機器人 第一頁就出現了小米機器人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我現在把 小米機器人 設定的兩個 在這個HashIO裡面 因為這個控制功能在Siri裡面 的Honkey裡面 家庭裡面是不會顯現出來的 所以如果我本來如果沒有編寫 這個小米機器人的開關 我是在我的Siri上面 Honkey裡面是沒有辦法操作小米機器人的 但是因為我寫了那一段 所以呢 在Siri Honkey裡面的家庭App裡面就出現了這個小米機器人 控制功能是沒有的 但是我有這一個可以 操作 我剛剛講的嘛 當我把這打開 他就開始掃地 我把他關起來的時候 他就回去 回去充電 就像我最一開始的影片 所demo的那樣子 以上就是我所示範的 如何把小米機器人 給整合到 HashIO裡面 同時又可以讓Siri 可以去控制小米機器人 好謝謝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按讚 同時訂閱加分享 謝謝 拜拜 拜拜 拜拜